曾經有雜誌提出這個數字出來 就是9家IPP 那麼從民國80幾年開始到90幾年 陸續開放 陸續深色 有三個階段 那麼連續這個9家累計過去10年 他們累計賺了1200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麼這1200億 當然有一些廠商在某些年度還是有虧損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台電呢 台電是從92年燃料價格上漲 95年開始當年度產生虧損 那麼以後95年度以後到現在 到現在102年 如果到7月底為止 如果我們把台電累積虧損的數字 加上來的話大概有3000億左右 但是之前我們因為有700億的這個累積盈餘 所以這個累積盈餘都已經填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出來的累積虧損 是2270億左右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我想IPP賺的錢跟台電的虧損 兩個數字是差非常多的 去從民國92年燃料價格開始漲 97年那一年大家印象最深刻 燃料價格不管是煤或者石油 石油漲當然天然氣就漲 所以民國97年啊 這個有一個非常大幅度的這個燃料波動 那98年回穩 到了100年左右這個 因為石油的關係 所以石油跟煤跟天然氣價格 其實又上漲 那麼到去年 兩個路線不一樣 天然氣還是漲的 但是煤有點下滑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波動過程 那各位可以看出來 台電的虧損剛好就跟燃料價格上漲的虧損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97年 單一個年度 我們當然就虧損了1000億左右 那麼在98年恢復比較平穩 到99年開始燃料價格又破洞到100年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到100年101年 隨著這個燃料價格破洞 台電又繼續虧損 當初我們設計這個IPP的制度 或者政府設計IPP的制度 它就是台電的一個發電廠而已 所以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電業 它沒有辦法去賣電 它的電發出來只賣給台電 那經過台電的輸配的方式到民間 所以台電如果到最後電價沒有辦法漲 可是照合約 我們對這個購電的部分 該反應的燃料還是給它反應 所以對 因為這樣的民間投資 在過去政府規定的時候 就是要給它一定程度的 歷任它才願意投資 所以 各位可以看出來 即使是台電虧損的時候 那民營的IPP 其實它多多少少 還是有盈餘 那麼盈餘有多有少 這個不一定 那我們把這個有一條線 就是燃料價格變化 跟IPP的這個 平均購價 這個平均購價 它是跟燃料價格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在 反映 就是我們跟IPP買電 其實最多的也是在反映 這個燃料變化的這個部分 林口電廠或者大林電廠 那當初他們預算提出來 因為國營事業 預算提出來 是要經過行政院核准 然後送到環評 那麼這個時間有時候非常冗長 有時候環評的時間拖到一兩年以上 如果那段時間剛好碰到這個物價波動調整的時候 那這個當初報的這個預算就不夠 就必須做這個預算調整 那這個部分也是經過工程會核定 其實民間企業 如果在同樣那個時候 要投資的話 我想它碰到的問題 跟台電碰到的問題是完全一樣 只是它並沒有這個預算要編 那麼要經過這個計畫 要經過行政院同意 這麼冗長的一個程序 所以我想這個兩個性質 就國營跟民營的性質不同 不過我們碰到的物價上漲的這個壓力 其實是一樣 什麼台電蓋的這個電廠部分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透明 而且非常清楚的 只要在民國95年前後 蓋了任何重大公共工程 都會經過物價調整的這個程序 當初我來這裡 經濟部在績效提升改善小組裡面 交給台電的任務 在短期之內要做的事情 每一項都做到 那比方像IPP跟酒駕IPP的談判 我們現在已經程序都完成 那麼大概一年平均 不一定有這麼準的數字 不過平均一年大概15.4億的 光利率減少的這個部分是減少 那未來合約有的十幾年的時間 有的20年的時間 總共我們跟IPP這邊 可以因為這個利率調降 少付了249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另外一個有關於這個氣墊公升的 這個購電 本來電價調的話 那我們這個尖鋒 尼鋒 付的這個電費要調高 那這個電費這個 也是經過去年十月份 重新公告之後 那我們有估算 一年大概可以節省氣墊公升的部分 節省25億左右 那對於這個有關燃煤庫存跟材料庫存 像燃煤庫存 過去我們因為這個為了供電安全 所以我們對這個煤的部分 一向都是用45天平均 那現在我們今年開始 我們就設定36天 那可能夏季冬季庫存不一樣 不過平均36天 那少了這個9天 少了這個9天 我想我們一天大概資金積壓是2億 那9天的話資金積壓18億 第一年可以省 第二年以後就是資金節省 是利息的節省 另外當然我們還有這個土地活化 那去年到今年為止 有兩筆礁息的這個土地 我們已經對外有對外 那其他的幾個大面積土地 現在還在持續的進行中 那以上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台電所有在這個短期之內 要做的這個經營績效改善 都經濟部交代了 短期都有達到 不但是有達到 我們還對這個中長期 還要持續 比方說因應電業自由化 那這個部分其實台電都在 內部都在花很多時間整理 所以我們績效改善 改革的事情是用做的 不是用說的而已 那麼真正每天每天 努力去做 那一年兩年三年下來 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成效 展現在國人的前面 都會有很大的成效 那一年三年三年三年 都會有很大的成效 都會有很大的成效